你身上有存款的吧 有一点啊 怎么了 就我家有困难 我想拿这个钱去给我家 你家有啥困难呢 我弟谈了个女朋友嘛 然后呢 要订婚了 现在需要用钱 要订婚了 需要用钱 我家房子也该修 是不是 车子也该买 订婚也要彩礼 这些都需要花钱了 就能不能拿你的存款拿去给我家 就当做我的彩礼了 这 这算啥困难啊 这不是困难啊 我以为你家有困难啥 我以为是生病啊啥的呢 这也叫困难啊 没有彩礼神月嫁给你啊 这也是人生大事哎 可是我现在就就 这点财 这点存款 你去这点存款你都想要拿给你家 我们的生活 要保障一点嘛 那有点钱在身上 我们生活才好一点嘛 我都说了拿当我的彩礼啊 当你的彩礼 你 你都是一个恶婚 带一个小孩嫁来给我的 你就啥彩礼啊你 谁说恶婚就不可以要彩礼的啊 你看你一个 离 离 离婚是吧 还带我啊 你嫁来给我啊 我们 婚礼都不用办了 彩礼也不用给了 还给彩礼 啥彩礼啊 婚礼可以不办 但是彩礼必须要给 可是你都嫁过人了呀 你前夫应该也给你家彩礼的吧 我那个时候呢 没要什么彩礼 那时候我家都不同意哦 你前夫的彩礼都没给你家 我们是偷偷在一起的啊 然后你就要我彩礼 你觉得公平吗 那我现在清醒了吗 刚要你给你要啊 他是你一手的老公 免费的就得到你了 而我呢 他娶你个恶婚啊 而且还要照顾你前夫的小孩 还要给你彩礼 你觉得公平吗 你爱我你就不要说这些啊 我爱你啊 但是我就想跟你过生活啊 还要拿钱给你家 你家那也不算啥困难啊 是吧 如果说你家盖房子 一半没有钱补上去了 哎那算一点困难 那我可以帮一点啊 你现在就是困难该帮的时候 你现在算啥困难啊 就你弟谈女朋友啥的 这是啥困难啊 这里说了我我一个 是吧 我一个人啊 能存多少钱啊 这么几年也就存几万块钱 我娶老婆 我娶头昏的都娶不了 都给不了彩礼 我才将就跟你这个恶婚的在一起的 而且我对你小孩也挺好的吧 你就不要要求我啦 那就不当是财侣吗 就当帮帮我家 当帮 现在这个情况不是帮的时候 那什么时候能帮嘛 现在就是急的呀 你不算急你这个我帮不了 哎呀你帮嘛 到时候你的好他们会记着的 行不行 我在想你是不是啊 经常问你前夫要钱给你家 你们才离婚啊 是不是啊 是不是你当伏地魔啊 啊 经常拿钱给你家 你前夫才跟你离来 啊 每一次一说到你跟你前夫 离婚的原因 你总是不说啊 总是隐隐会会的 那你让我说 肯定是你自己的问题吧 不是你前夫的问题吧你 我问你要求你老 求我前夫干什么 行那我不提了 啊 但是我娶你一个二婚了啊 带一个小孩来这里 我养你们 你已经很不错了 吧 啊 现在 我觉得我做的已经够好了 是吧 我已经接受你们了 现在你就不要要求我了